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亚马逊可以通过JS收集有关你浏览器的无害数据,如插件、系统字体、操作系统版本、打字方式、打字速度等等,些数据合在一起,就是一个数字指纹,可以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操作,就如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指纹找到一个人。 三,密码相同关联,亚马逊每个店铺的账号,及密码不能相同。 四,图片关联,不同的店铺,产品图片名称,产品拍摄角度都不能相同。 五,描述关联,标题描述,细节描述,不能照抄一个店铺,每个店铺必须重写。 六,注册信息关联,每个店铺的注册信息必须具有唯一性,从公司的名称,个人名字,地址,电话,邮箱都要有一套对应的资料。 六,注册信息关联 结印 zwischen五,注册信息关联和车一顺 Nut Ens诺册信息关联 in 九曲册信息 enm地 六,注册信息关联放 金水 三,注册信息关联,横提議 六,注册信息 kiş称,省提示